回到第二節動漫無雙 如果大家對比 可以用另一種方式 如果不先聽《Wake Up Real》 可以先聽了一節 你就知道 寬高的動畫真是 高速學生 真是差的 接著講的那一套 其實有些期待 其實他新開始的時候 因為在題材上 我覺得真的有可塑性 有特出 因為很少這個題材 做出來 我當作是機人片來看 原來是機人片 而他作畫方面 也有梅津泰臣的加持之下 大家都覺得這套畫 應該是有可塑性的 結果也是有多可塑性 遠岸梅津泰臣 導演梅津泰臣 劇會梅津泰臣 人律切梅津泰臣 我一個人做完 慘了 但實在做出來之後 這套畫就 接著要講的就是 《變模式Sexy》 這套作品 之前也說過他的題材 其實就是法庭 法庭作品 如何為社會上被歧視的魔法師 去做辯護的工作 做為了正義方 當然我們之前 在第一集的處 第一次法庭的案件裏 最終就是 他們不是靠這個 律師的技巧 去擊倒這個法庭的不公義 或者是正公上對他的不公義 他們是靠魔法去壓制敵方的 應該說他是做了警察那份 以暴亦暴 對 開頭想說 是不是第一場 掌握不到 但最終他到動畫尾也是掌握不到 沒錯 業界都是這樣做的 這是正常的初心 有道理 就是告訴你 這個業界裡優秀的《變模式》 其實就是用 魔法 魔法很厲害的人 不是 他用魔法 去令到這件事 合乎情理 並不是用這個 客觀的條件 和證據 去證明 被告人無罪 他們解決事件 就是在法庭外面 用拳腳模式去解決 然後就把證人回到法庭上 還要利用這個法律的流動 第十條 是無敵的 就是 這個《變模式》 是詭辯的辯 告訴你 不是辯護的辯 雖然是同一個字 但意思是不同的 是詭辯的 其實他最主要是 串通的主題就是 Sexily 為了幫他媽媽 發案 六年前的案件 就是為了把死刑的裁券 去推翻 去推翻 或者是 死刑不是說法庭撥取死的嗎 他不是先收監 不是 他撥取 他會弄個球體 這樣出來 他就會弄到那個人 去到那個 魔法的監牢裡面 但是 這件事 去到後面 其實是沒什麼用的了 那件事是科技還是魔法的 我也說了 我看完十二集之後 得出了一個結論 法庭是廢的 故事裡面 其實跟著中途裡面 其實有很多的 不同的 大大小小的 案件 案件 你看到的就是 固然 他好像是 和第一集一樣 法庭 不是以一個被告人 是無辜 或者是無罪的 的 觀點上 應該 好像香港那樣 疑點歸於秘道 就不像用這件事 是 完全是 當你證明不了 你是牽涉不了罪案 你就有罪了 這個是比較像中國的 是 中國的法律 是 你要怎樣去證明自己無罪 因為他們當作是動畫面的事 是革面 有色魔術的 是被人歧視的 當你是這樣 而是很搞笑 就是為什麼 其實會衍生到整個故事 變魔術 要出去找證據 就是 警察 作為一個搜集證據 提供客觀的 證供 人證 或者是 事件的 線索的東西 他們是可以 一點東西都不提供 給被告方 去做被告方 你要喔 我不給了 因為他最主要是 其實他那個 魔法師 不是有十條條例 其中一條 就是因為 魔法師 不可以擔任公職 所以警察方的人 全部都是人類 無關事 就算你香港 律師 你什麽答案 你拿這個 可以問警察 關於案件事 就是因為 人類和魔法師 是好像 一個產生的 一個對立點 所以魔法師 要求這些 人類 會不會合作 變成 所以 好像你現在看到 動畫裏面 為何 他好像在做搜查官的角色 就是 因為 警方不合作 不會給你 就是 迫使到 你看到一個情況很奇怪 就是 他們 不能夠 去履行律師公職 因為 他律師公職的 前置條件 所有一切的準備 都是零 他們是要 由搜查 由搜查 那裏去出發 去調查整件事件 然後 最終就是 最終就是 因為我找到證據 很多時候 那個結論就是 我找到證據 他不是犯人 便什麼護 證據都告訴他 他不是犯人 就是 完全是不需要便護 其實 這裏叫做 魔法警察 魔法搜查官 其實我覺得 有些奇怪 我看完這麼多集 咦? 他們真的在做 辯護師的角色嗎? 我覺得又不是 這樣 有這種奇怪的感覺 就是法庭外 解決了一切 所以 結論就是 法庭其實是廢 有什麼用 其實 以暴力解決一切 就OK 這套東西 整套東西 是以暴力 播為原則 是 你看 你看 你看看那麼多個法庭 那麼多個案子 那麼多個案子 那個犯人 一說你有罪 就說 我不認罪 本來應該是有個魔法 就是防止用魔法的手禁 我不認罪 然後自己爆了 那有什麼用呢? 沒有用的 那法庭我就做什麼? 不是 這個 這個 固然 好像剛才夜行者所說 就是說 故事設定裏面 一切條件的東西 其實在 故事進行期間 是幾乎完全被無視了 而他無視的方法 就是用 所謂的魔法的十條法例 去凌介 就是說 我堅持 我是正義的 我用什麼都OK的 這件事 但是這件事 是所謂的神事點 這件事 你說是就是 其實 因為 他這裏 跟普通的法庭劇 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說 普通的法庭劇 你說用人類可以做到的 那就是有證據 你說用魔法做的證據 你有什麼證據 那你魔法做到的東西 那很多都是人類範疇做不到的 所以你的證據反而沒有變相 就是說 動畫講證據來 去衡量那個人有沒有犯罪的時候 變得很薄弱 所以 其實他很快的故事 就已經是 入了一個主線 就是說 說回 就是 主線 說回主線 然後到他們去了加拿大 然後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去加拿大 你當是 公司旅行 公司旅行 然後 他衍生說 敵對組織的出現 敵對的勢力 是不知道想做什麼 但是他們是針對 的魔力 去進行干擾也好 或者任何的行為 他的說法 就應該是令他的能力覺醒 但是這個 那時候說到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什麼 魔導書 365 365 其實這套 唯一值得 說的話 就是 這個故事裡面 就是 其實 一切都是源於 就是 在六年前 他媽媽那宗案件裡面 顯身出來 顯身出來 然後 因為就是 麻藍 那位長官 就 為了 召喚這個 魯西法 魯西法 而 他需要一個 魔法 應該說 他需要一個 不知幾多年一遇 萬年一遇 還是八年 魔法天才 就要他 死而復生一次 等他的魔力 可以得到覺醒 然後到一定程度 就可以召喚魯西法 其實他的說法 就是說 魯西法 是會受到一些 魔力很強的人吸引 所以 但是 你 遇不到這個天才的時候 他就不會說 無緣無故來 所以 他現在出現了一個 魔法界的天才出來 所以 就令他 覺醒到他的能力 是可以吸引魯西法 來的 用那個儀式來 令到魯西法 幫他的 原意本來是這樣的 是的 當然 這個事件 他就是要逐步 叫做 追 追逼 這個 令他的能力 可以得以 即不同的魔法力量 得以覺醒 不是和龍珠一樣 你在臨死的邊緣 你的實力 會有幾何級數的上升 所以 所以 之前的幾個事件 令到 Cessie 去到一段 逼到他 逼到他 一個地步 就是等他 一定要用魔法力去 覺醒的時候 從而達到他的目的 當然 其實 這件事件 其實 由 開始 他繼續講主線 其實都算了 都知道 他法庭的部分 都不來 就已經無事了 我已經無事了 我已經無事了 你當你 只是搞定他媽媽的案件 我都覺得 OK了 我當你贏了 我已經當你贏了 然後 這個所謂 召喚魯西化技環的 老殘 的陰謀 的陰謀 叫做什麼 策劃了這麼多年 有這麼多位 叫做 很高級的魔法師 去策劃的這個計畫 簡直是老殘 很不幸 你還要中途犧牲了很多人 七宏流血 要摔大些 鄭夢 其實我覺得是這樣 我們會覺得 這套東西 最後是敗的原因 我們有一個很首要的印象 因為這套東西給了我們 因為這套東西 這套東西其實叫 變魔士 變魔士 還有就是 在裡面 他們一再強調 規則的重要性 所以 但他們裡面 一班人都無事規則 而裡面無事規則 到連 這本所謂365的魔法書 都是無事規則的 出現 不是 無事規則 無事規則的出現 就是 裡面寫的東西 老實說都是亂寫的 因為這裡 先跳到最後的 老實說 老實說 對 召喚二世 是對的 但其實我可以不聽 哎呀 本書這麼寫 不好意思 本書 隨便 隨便 不及自公 但不及自公 都可以練功 其實 其實 修訂了366 才是正確的 不好意思 給你們一本舊版 整件事 你看到 老實說 老實說 既然一早降臨了 在這個世界上 他亦都被Sasily 吸引著 因為他也是在他身邊 而 他亦都沒有理由 因為其實 本身就是 老實說 老實說 也沒有想著 殺死Sasily 他只是想著 黏在他身邊 被他吸引著 而 最終就是 老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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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角色是很搞笑的 奇怪的 合體 合體 合體後 其實沒有所謂 合體後 其實我都不打算幫你 然後我離開Sasily的身體 他說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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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就是 他究竟是想阻止 毛氏 還是 他覺得這件事 應該要做 其實 路西法的角色 他不像很多 都不知 他根本想怎樣 我剛才還以為 他跟靖毛那班 一派人 想爭取 但是 他在報告上 他可能以為 他也是 那邊組織的人 他可能以為 是擺在 互蝶事務所裡的 間諜 最後 其實 其實我是沒有西法 不是 其實我看到中間 我已經覺得很奇怪 如果是同伴的話 很奇怪 因為他的能力太屈肌 你看到之後 在加拿大 他們被 聖姿他們的家 被人抽搭 他好像有做些手腳 你看到的 他是殺了另一個刺客 他殺了兩個刺客 但我們觀點我覺得 他好像是想滅口 那種能力太誇張 你最終回到來 你不知道這個角色是想做什麼 是啊 所以這個角色是很奇怪 可以是惡 可以是惡 可以是善 或者可以說 我兩邊都不幫 中立的 中立的 但是他的行為 在頭十一集裏 告訴你 他是在幫助 靖夢那邊組織的人 去令到Cecily的魔力 去覺醒 但是覺醒完之後 他也沒有去做一個相應的行為 而我們唯一的資訊就是 魔力很強的人 是會吸引到露西法 而你這個推論來說 你最終說 就是說 他覺得Cecily的魔力 不夠吸引力 現在 他還要他想代吸引力為止 這樣便是合理的 你現在便是合理的 所以我只能夠用這個解釋 就是露西法 但是當然 去到這個位置 就是 為什麼最後合體的時候 其實是他不需要合體 因為合體之後 Cecily是會死的 應該是同質化的 他未必會死 可能是一個 可能是 那本365寫 那本366寫 其實是說不死的 可能合體之後 他變成一個身體 會有兩種的人格 這樣 這個不知道 不知道 他不是落格 當我說真的 我們靜南長官的偉大計劃 他當然 剛才說 他派了不同的人去追擊Cecily 然後當中 他覺醒了我們 然後 原來 警察部裡面 靜夢警官 原來是他的兒子 然後 他也是一個魔法使 也是組織裡面的一員 然後 當然 當然靜夢警官 就是因為 被女主角吸引著 他覺得 這個這麼好的女生 不應該成為一個犧牲 但是 最終在他掙扎裡面 他都覺得 我都要幫他 我都要幫他 他去完成 要幫他 這個偉大的召喚計劃 任謀 這個 這個厲害在於 就是 當靜夢警官 成為了這個 他下定決心 去為這個 召喚計劃 他出力的時候 他就變成一個老殘 嗯 就是 老殘一 就是 這個人 在他 表明了 應該說 追擊 狐烈事務所 各式各樣的 人士的時候 之前 他動用 先搞定自己的長官 因為他會妨礙他行事 最主要是他長官發現了他有些不妥 經常要跟他交代 但是未發現到有什麼不妥 當然最終在他傷他那件事 因為他殺了 在他出現之前 他殺了另一位魔法士的技人 然後問他為何要殺他 然後他就 用魔法 將 警官 他長官 擊倒了 其實是他想殺了他的 然後他不知道 不過是被人救了 好像被老闆發救了 好像是 他時間停頓了 然後進醫院救他 令他醒來 然後到 正如我 這篇我又覺得很奇怪 救回他之後 我以為他有什麼作為 但他後面是沒有的 是啊 分醫院 為什麼要救他 不知道 他跟Sexy 不是很熟 他還要救完他之後 說了一句 Sexy就交給你了 這樣 但他後面是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開始 記得了劇情 劇情之前 中電之前 你看到這幫警察 在沒有出來之下 怎樣對不上有超人力的魔法師 拿出迫擊爆出來 好像很有好威勵 我發覺 當整班事務 所回事務都倒了 的時候 警官用他的個人暴力 加暴力 加槍 下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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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很清楚槍 對不起 他其實作為一個人類 代表他怎樣管魔法師 而最厲害 最厲害 最厲害 的腦袋 就是什麼 正如警官說 我擊倒了我的上司 他作為一個最高負責人 行動部隊裏面 帶了一大群警察去圍護蝶事務所 然後 基本上 胡蝶事務所的所有人 都被靜夢警官的偉大的魔法師 人的紀律性擊倒 然後 我的問題就是 他最大的問題是 他要殺人的事 就是什麼 我給警察看到 他用魔法 然後第一個前置問題就是 他帶這麼多警察去做什麼 阻擋他做事 不是啊 他帶這麼多警察去 如果他可以在人類的身份內 執行到這件事 他就不用暴露自己的身份 但問題是他不行 但是 他很老實說 很明顯 他已經知道 就是 這班人一定會反抗 不是 如果他用魔法的時候 就會反抗 他不是用魔法反抗 就是 開始叫他們 不要妨礙他們 就是 接著 會議事務所裡面的人 在未用魔法的情況之下 有幾位警察 跟著靜夢警官 那幾位很不幸的警察 接著 靜夢警官是率先用魔法擊倒他們 他們 因為其實 那班警察已經用槍指著那班人 其實那個情況已經受控制了 老實說 作為他們 他們都 不可能會去反抗 這件事 但是 靜夢警官是無緣無故覺得 我突然心血內存很想用魔法 我這個武民要爆了 然後他真的 無緣無故就拿下了兩件 然後 接著 靜夢警官就說 靜夢警官原來 原來是魔法師 原來是魔法師 然後靜夢警官就說 被你發現了我的秘密 不是 被你發現了我的秘密 就是說 我現在命令你們 快點抓住他 然後 那班警察就說 你魔法師 你魔法師 就是 先後自除就是 你 你 你用魔法師 他真的完全 這傢伙 一用魔法師 就完全腦殘了 完全是 我做了些什麼 你要知道 當他用魔法師 他不再維持人類的身份 他腦殘是很應該的 然後 接著 他抓到 Sexy 然後 交給他老爸 中途 其實 一直在故事裡面 他有很多的真實 就是究竟應不應該這樣做 但是 最終 他決定了這樣做 堅持 但是這個堅持 就是 那個堅持是很有趣 那個堅持對著 就是 我不應該害了一個這麼好的女生 這個 這麼好的女生 好像對我有好感 其實我吃眼 其實很明顯 已經到手了 還要被我老爸拿了 但是 沒辦法 為了這個魔法 這是什麼劇場 為了這個魔法儀式 沒辦法 就是唯有犧牲他們 然後 犧牲少我完勝大我 然後 可能其實是本 365的魔法師 可能他說 當他變了老西法之後 他可能會變得很傻 但是 接著 當Sexy真的跟老西法 合緊體 看了 出來之後 然後 警官突然之間 突然之間 他就說 誒 誤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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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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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當然正常的劇情是說這傢伙掙扎了這麼久 就是為了他應不應該犧牲Sexy 但到他犧牲之後才發現其實不應該犧牲他的 當然這傢伙說我要搞亂儀式他 因為那一刻他已經醒覺到變成警官的身份 他那一刻醒覺到這個不是北市人形 那一刻他已經不做一個魔法事了 他好像撤回人格 不是撤回人格 突然之間這個掙扎我們應該在這個掙扎的時候 他就算抓到Sexy他給不給Sexy給他父親 就算政夢是要死 他應該是給他父親在儀式之前殺死 並不是在儀式擾亂之後 然後他父親無緣無故殺死他 這個也是很奇怪的地方 不過他的安排這樣沒辦法 他最厲害的東西就是當他的儀式 好像盧西法已經成形了 但他不知為何出了什麼招 然後會吐出來 那是很厲害的 由盧西法上來又來想走 沒有問題的 這個就是剛才我試過的 第一個問題就是盧西法 他究竟是想怎樣 我們不知道 第二樣東西 靖夢是想要見不似人形的東西 還是想要見人形的Sexy 我們都不知道 他可能兩人都想要 但是至少就是 他不喜歡小惡魔的Cospe 他不喜歡有美同有小惡魔型 我唯一只能說到這件事 所以他要令Sexy裏面翻人 就算他不是一批東西 然後到他父親 長官看到計劃失敗了 然後遷路於他的兒子 就殺死了他的兒子 他應該先驚訝 然後盧西法跟他說 我不一定聽話 是嗎 365沒有說 當然 作為一個政治高官 心理的調整是 的能力很高 然後他就說 當盧西法說 我不會借力量給你的 因為我是站在Sexy裏那邊 當然那個男爺 男爺長官都招頭 他說 你講什麼 其實你這傢伙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他兒子突然出來 他又問他 兒子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麼 其實 他應該要問多一句 我啊 你知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什麼 在這個雙重打擊之後 他就殺死了自己的兒子 然後到Sexy裏醒來的時候 然後跟著 其實 他就覺得 一切都是你的錯 一切都是Sexy裏的錯 我要殺死你 當然他還在戰鬥中說 就算我沒有這個盧西法的力量 我都可以毀滅人 他一直做什麼 這些 這些就是心態 這些就是正面的心態 當這件事動不了手之後 他就會轉變他的心態 就說 我不需要靠這些力量 我都可以人並勝天 不是你要知道 在魔法師世界 假設他已經是最厲害的那個 他想獲得更多的力量 當他這個力量沒有其他人獲得的時候 他就是最厲害 他已經是魔法師界最厲害的那個 一定不會 是嗎 因為如果照計算的話 他一定知道 魔法師世界最厲害的那個 一定是Sexy裏 不是的 你不會找他做的 你是你自己做的 你是任何類的天才魔法師 你找他捉媒 如果你這麼厲害 你就捉媒打斷了 所以你會被魔力吞 所以不是說就是 你要知道 觸媒會變成不赤人形 就是他 接著大家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最厲害的魔法就是 召喚機械人 用機械人 等等等等 就是 這個機械人 記住 召喚機械人 我都真的很奇怪 但是最重要 最老殘的 最老殘的 就是 當藍業長官被捕 被捕 被捕之後 開始 最終 下一場的法庭審 哇 我只能夠說 就是他一定是可以留名 在這個魔法 這個變魔字的歷史裏面 我們現在的情況下 議場有三個人 一個是死者 阿極 鄭夢 被槍傷了 第二位 辯護律師 鄭志 過程昏迷了 所以鄭公是完全不可信的 第三位是被告 就是爸爸 然後律師說 鄭志你是兇手 你昏迷了 鄭公是不可信 但是你是兇手 剛才 尤馬說的 現場有三個人 沒有其他證人 沒有其他物證 路西法 他在哪裏 不承認路西法 沒有這件事 沒有這件事 沒有出現過 這三個人 一個死 鄭夢死了 Sasily混了 警官站在那裏 殺了鄭公 然後他自己又暈倒了 然後跟著 然後跟著 南美總公就是 在憤怒之下 就照這個機械人出來 誰知最後被挖 殺了自己的兒子 就是這個辯護的證供 當然 他用的理據就是 憑我多年在這個政界 在這個法律界的經歷 保證我的人格 他被人覺得 他的人格應該是高尚的 他不應該會說謊的 但是這件事 他是這樣想的 其實 你明白 有很多偷偷狂的人 說 我這麼多年 什麼大學經驗 什麼博士碩士 我偷偷的一件事 是不會做的 然後其實偷人 這個位其實 剛才有那件事 就是 大家都是你說的 而那件事就是什麼 官字兩把口 就是真的官字兩把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這個動畫 貫徹始終這個法庭 什麼時候有這個物證 人證的東西 一直都是 麥克風 有便戶 但不知道有沒有人拿出來 為什麼 正正就是 我剛才正想提起 槍那件事 我知道 魔法師 是 用魔法師的人 是可能檢測不到 但是開槍 是有這個 火藥反應的 其實是有 有唐線 就是 如果 如果 那班人 這個法庭 只是說 他們是疑似 正夢你看到的 就是 不會被魔法殺死 他明明是被槍殺的 他明明是被子彈殺死的 什麼 他都可以辯護 他用魔法整成一顆子彈來殺死 出入獎 我 這個 最基本 當然 這個是魔法法庭 在他們的謎 在他們的論點裡面 你沒有理由 用手槍殺人 一定是用魔法殺人 那顆是魔法子彈來的 他怎麼咬都可以 當然 幫這個南越長官 那位仁慶 真是天才 這個人真是 這個真是極品 我覺得 你六年前合謀有四個人 現在 他略有兩個已經死了 有一個是被告 然後你還要幫個被告 你會不會蠢了一點點 你不難保下一個是你的 這單 OK 審完沒有就釋放了 你死了 很正常 這個人 我覺得簡直是精彩到 他還擺了一副 然後就是我的世界 我的世界的死人 你想真些 跟剛才的例子 一個死了一個氛圍 一個生的家 現在就是 四個人 兩個死了 一個是被告 一個是被告 你 你可以說 你沒事 除非你是兇手 是的 你又覺得自己 不是兇手 但你又覺得他沒事 你又覺得 南越長官都不是兇手 那些人是死於意外 應該是 這麼巧 這是魔法的東西 不是魔法 是命運的東西 這麼巧 然後 OK 最後 我們不得不提 這個法庭裏面 都是不不安全的 這個法庭 其實 他最初強調就是 剛才 跟二人仔 二人仔 說的東西是一樣的 封鎖 你所有的魔法 他應該是 那個手啞是禁咒來的 算是哪個手 換他 十萬一個 我不知道 總之 那些法庭裏面 一不滿意的判決 一喊一聲 婆婆的手下 就沒有了 然後在牆上 不斷用魔法 然後 破壞了這麼多次 法庭都會很快 起床 然後繼續審案 有魔法 所以 所以 那個故事 當然 你說六年前 那件事其實是 南業長官 因為 用蘇生魔法 就是要整死 Cessy一次 讓他復活一次 讓他接觸明界 讓他呼喚到老闆法 但老闆法說 其實我早就過了 其實六年前 那個儀式 已經過了 應該不是要整死一次 應該是 他 那個儀式 已經 本來 就是 現在要做那個儀式 那個召喚老闆法 那個儀式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反而復活了 那個 反而是Cessy Cessy應該死了 那個時候已經 所以 他沒有了竹梅之後 所以 六年前 要復活了 Cessy 然後六年後 再做一次 用Cessy 再做到 現在的效果 應該這樣才是 OK 你清 當然 這件事 都是很多不解 當然 要等他三六六 其實要掛 應該掛他老闆 Cessy老闆 自己一家 打個享福 然後老婆就坐牢 原來我原來 他老闆不知道 但他都不說 他完全不明白 這類人 他老闆肯定是 騙了一大筆錢 然後 然後 扔斗了他 拋妻器女 打算 打算可以搞定所有一切的事 即是他才是幕後懸通 對 其實他拿著一本366 的 他只是借了一本365 給南月長官 陰他 唉 你見到 整套 整套 他的故事 脈絡上 有些很不清晰 不是不清晰 是不知他想說什麼 其實 因為最終就是 他主題是 OK 回六年前的答案 即是我當你理清楚六年前 為何會發生這件事 以及究竟誰是幕後黑手 有理清楚的 但目標 召喚路西法 而重點的路西法 告訴你 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其實我沒什麼所謂 我只不過作為一個人類的存在 在Cessy身邊 是的 而他想做什麼 不知道這傢伙 OK 為了 南月長官 為了等魔法師 去統治世界 的事 但他做的事 就是因為路西法 不知道他想 不知道他做什麼 而令到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在做什麼 不是 他中間還有大一個 一樣東西 應該我們 講那麼久都沒講過 就是 魔法派 其實分了兩個派系 一個就是 另外一邊 沙魚 沙魚事務所 沙魚事務所 那邊 全藍班那邊 其實是平和派 平和派就是 他恰求一件事 就是 魔法師和人類 是共同生存 共同在這個世界中生存 但是 激進派 就是藍業的派 就是 我是最上等的種族 我要殺殺所有人類 排除所有人類 所以這兩派的對立 才會演變到 為什麼會變成好像三方實力 因爲他之前不是說 如果找人去殺啊 跟殺人 那些 Help accident 那群 鯊魚事務所 那群男優 拿著 是 他說 那群她 Им Speed 那群不是男優嗎 我是覺得她是男優 整部都 那都已開著的 舊頭 這裏有些 Campus 劇情想講的 但agens不講 但也不是 jump 前期完全沒有說 確bolt 最終嘛 其實这套 東西是因為它有其表 只可以說是,完全不倒題,實際上是一場魔法師大戰 老實說,這個派系鬥爭 其實同期又和他有一套魔法戰爭都是跟他類似的 不過沒有了變魔士這個設定,其實都是在說兩派在大格鬥 當然魔法戰爭我們待會會說的,這套就是垃圾中的垃圾 其實我純粹覺得如果你是以變魔士為題,如果他不以變魔士為題 可能這套對他的反感沒有那麼大 是的,你可能作為一個魔法師,你當自己是一個萬事屋 你叫魔法師的萬事屋,你是隱藏 即是有人委託他,他就去做那件事,這樣反而好些 魔法機格也有看的 你現在多了一個法庭去做這件事,但他們不是做法庭的工作 因為我們印象中的法庭就是一個講證據,講人證物證 去判別一件事,究竟是有罪還是無罪的地方 但他不是在做這件事,我就覺得,喂,你去有旗票 你還說什麼變魔士 甚至是開頭我覺得,因為一套東西開頭,我看頭的人 其他人未用魔法之前,我覺得其他人未必不是烏多 他們是魔法師,老實說 一個變魔士,有沒有魔法不是重點 可能就是說,我是一個人類,但我認同 你反而會更加加深度,好像說,那些人類和魔法師共融的東西 可能有魔法師的變魔士,有這個人類的變魔士 你反而用這件事去說,OK,可能魔法師就是sexy那邊很用盲力 但是你要人類的方面,再教導他怎樣成為一個真正的變魔士 你反而這樣就是這套東西的重點 當然你可能中間可以穿插就是你那些所謂的魔法大戰 我們是不介意的,很老實說 但是,法庭那件事,是表現不到出來 一場都表現不到出來,現在是 長一場都是,反應認罪不認罪,嘩,會破壞法庭 所以最終這套東西是純粹看畫面 那個機人是OK的,看畫面是OK的 我當機人是看畫面是OK的 但是劇情就有很多泛佈或者不清楚的地方 所以我不值得各位去浪費時間去看 因為他裏面的魔法設定不是很特別的 而裏面的主題完全是失了招 而且他的魔法師,每一個魔法師的人 他沒有一個魔法的限界 其實他有的,每個人只有一種魔法 他們後面好像不是 除了SED之外,其實每個人只有一種魔法 一個是水,一個是風,一個是占卜 他後面也表現不到 是前幾集出過的 他只是做了設定,但他沒有善用設定 純粹最後是《魔法大戰》 所以我說這套東西 就算你喜歡魔法雙類型的作品 聽眾都不需要去看這套 除非你喜歡《魔法大戰》的畫 令計了 那你只看畫 你可以開三部速去看畫 以及看《機嫌人戰鬥》 這套到這裏,我們去下一套 你爹有作品 我知道你印象